众职级原产业部长马秀强今天在部城召开记者会表示 他在两个星期前到六个欧洲最多人口的国家会晤有关当局 以扭转欧盟禁止公共采购及使用棕油生物染料的表决 他说德国、法国、英国、西班牙和波兰已经同意不歧视或排除棕油生物染料的立场 欧盟将在近期召开一系列会议做出最终表决 他们在这个2月27号开始会议 我所了解是说他们会是到5月才做一个最后的决定 那么经过这个六个国家的访问 我有信心欧洲会做一个好的决定 会来协助马来西亚我们的中油 马树强透露他会继续和欧洲国家展开对话 以表明我国推行可持续性棕油的决心 另一方面 马树强接见新加坡驻我国高级专员瓦努哥巴拉后表示 新加坡依然是我国中油最大的出口市场 2017年的出口总额达到135亿令吉 数据也显示 我国在2016年出口200万吨远中油道失程 去年的出口量则达到255万吨 增长了27% 八度空间邓颖会不成报道